欢迎各位去大乘第二个小时的凤华早班车 带您来关注今日头条 加沙战事持续超过三个月的时间 加沙卫生部门就指出 战事造成的八人死亡人数已经多达2.5万人 哈马斯发表报告 否认去年10月突袭以色列时蓄意的攻击平民 但是同时承认在行动当中存在过失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 以色列拒绝接受两国方案 这是不能接受的 又指剥夺八人的建国权力 将会无限期的延长冲突 威胁全球的和平和安全 以色列军方21号发放视频 指伊夫塔里的士兵在加沙南部 拉法的马瓦西难民营作战 他们出动坦克和重型机枪发动攻击 以色列国防军医当天指出 伊夫塔里在加沙中部的 麦加奇营地执行任务时 发现并销毁了一个武器制造厂 和一个装有弹药的火箭弹发射器 乙军表示 乙军坦克遭到了火箭弹袭击后 予以还击 并在战机的协助下 消灭了多名武装人员 乙军还发放更多 有关扣押20名人质的地道视频 这条地道估计位于 另一南部地区 汉尤尼斯 距离地面20米 长830米 里面有多间小房间 地上铺有毛毯 并设有洗手间 而洗涤槽内放满肮脏的石具 另外 哈马斯首都发表总结 去年10月7号行动成败的报告 这份以英语和阿拉伯语撰写 长达16页的报告强调 当日对以色列的袭击 是反对以色列加强占领 巴人领土的必要步骤 同时否认故意攻击平民目标 但承认由于以色列安全 和军事系统的迅速崩溃 以及与加沙边境接壤的地区 造成混乱 发生了一些错误 报告促请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 立即调查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 所有罪行 哈马斯同时呼吁以色列停火和撤军 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21号拒绝哈马斯提出 停火撤军换取人之获释的要求 他重申 以军会在各条战线继续作战 他又说 只要仍然担任总理 他会继续阻止 威胁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建国 而在全面安全控制 约旦河西岸所有领土方面 以方也不会妥协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21号在乌干达举行的 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上表示 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造成大规模破坏和平民死伤 令人心碎 而且完全不可接受 他促请各方必须尽一切努力 防止中东地区爆发冲突 古特雷斯还强调 拒绝接受两国方案 是不能接受 又指波多巴人的建国权力 将无限期的延长冲突 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 另一方面 据黎巴嫩国家通信社消息 以色列21号用无人机轰炸 离南城镇卡夫拉一架汽车 造成一死多伤 另外多个村落被空袭 不少房屋被毁 黎巴嫩珍珠党表示 两名成员于当天死亡 以军同一天发布消息 指控军当天对黎巴嫩珍珠党 位于马尔卡巴的一个军事建筑 一个发射站和一个观察站 进行了两轮袭击 坦克和战机还击中了 黎巴嫩南部多个地点的目标 包括珍珠党的作战指挥中心 和军事设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以色列内阁在21号批准 将被冻结的巴勒斯坦 代收款项转移到第三国 而八方对此表示谴责 并且呼吁停止此类的窃取行径 以色列内阁在当天批准了计划 将被冻结的巴勒斯坦税款 交给第三方国家来保管 只有以色列许可 这些税款才会转移到巴勒斯坦 那报道说呢 这笔税款将会被转移到挪威 而巴勒斯坦对此表示谴责 并且呼吁停止 窃取巴勒斯坦人民资金的行为 根据巴以双方 1994年所签订的经济议定书 以色列负责对运网巴勒斯坦的物品 以及在以色列工作的巴人 收取税款 并且定期地将税款转移给巴方 那这笔税款呢 每一年约23亿美元 约占到巴勒斯坦政府运营预算的三分之二 而暂停向巴方移交代收款项 这也是过去 以色列对于巴方经常使用的一种惩罚措施 以哈冲突已经超过了100天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 再次批评以色列屠杀加杀的巴勒斯坦平民 敦促以色列立即挺战 以免更多无辜的平民被害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巴以冲突已超过100天 这对人类良知来说是一个痛苦的里程碑 以色列无差别袭击的残暴军事行动必须结束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还进一步表示 国际社会不能继续对巴勒斯坦正在遭受的大屠杀 保持沉默毫无作为 强到人性和人道主义而不是强权 必须在这场冲突中占据上风 而国际社会必须发挥应有作用 将巴勒斯坦无辜平民 从以色列占领当局的野蛮行径当中解救出来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还敦促 以色列立即无条件停火 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权 强调以色列的霸权行径 不但严重伤害到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 也对地区稳定与和平造成巨大威胁 富王威士忌的张尼峰 巴基斯坦伊斯兰宝报报道 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21号 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当中表示 英国皇家海军正在研发一种新型的激光武器 用于击落红海上空来自敌方的无人机 我们正在新冠军进行这巨大的重复评计计 刚刚这一天 我用了X或Twitter 昨天的结果是新冠军 是一个雷射武器叫Dragonfire 可以做到这些男女和女士 在HMS的金银码上做 和C-Viper的架构系统 而是用了雷射武器 以及在红海上活跃的胡赛武装 英国国防部在21号发布的一份声明当中也透露 海毒射防空系统也将配备新的弹头和软件 以应对弹道导弹的威胁 俄乌局势方面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阿富基夫卡的局势 根据报道变得恶化 俄罗斯军队利用天气的条件 进入到了市区的南部 俄军国际旅皮亚特纳什基 在第十坦克团的支援之下 占领了阿富基夫卡的重点防御堡垒 那另外乌军的前线指挥官表示 连续作战了一年多的乌军第110机械化步兵率 急需增援和休整 来看下面的记者发自于顿尼茨克的报道 我们现在位于顿尼茨克 我们今天是前往马林卡方向进行一个采访 现在可以看来在对尼茨克 乌克兰军队还是加强了对市区的这种炮击 特别是从十多公里外的阿富基夫卡 向这个方向的射击 乌军现在是采取这种火箭弹 骑射的这种方式 大规模的毁坏城市的建筑 以及造成民众的很大的一些伤亡的数字 我们现在来观察一下 特别是俄军在顿巴斯北线中线 以及南线的军事态势 星期天的阿富迪耶夫卡方向战斗十分激烈 乌军加强了在阿城南区的抵抗的兵力 尽管俄罗斯军队进入到南区的突击部队越来越多 并担负穿插切割的俄军坦克装甲部队 速度也相当快 但是担负防御的乌军110机械化步兵旅 已经精疲力竭 在这个方向上 乌军官兵们已经付出了超人的努力 战斗的接触线也正在进行随时的变化 星期天 在马林卡西南裔的新尼海洛夫卡的战斗 对于俄军的突击部队来说至关重要 俄军加强了兵力 并绕过乌军的重点防御区域 企图切断新海洛夫卡乌格莱达尔的公路 但是战斗的接触线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 在扎波罗日前线 拉伯蒂诺自维尔伯沃耶收复的战斗 也正在向乌军突出部进行打响 俄军58集团军 风暴突击队的国际联 在战斗中得到了使用 俄军的76空降司也协同退合作战 俄军利用天气恶劣的状态 继续影响着奥利货物方向 乌乌荷兰守军部队的局势 乌军也通过调集了预备队 两军在反复争夺这个方向阵地的过程中 变得更加复杂化 当天拉伯蒂诺前线实现了实际上兵力的平衡 俄罗斯专家的观点 俄军目前正在酝酿着三个方向的攻势 即索莱达尔以北双向发展 夺取恰索弗亚尔和塞维尔斯克战役 直逼斯勒维扬斯克和克拉玛托尔斯克方向 其次 俄军也扩大了顿巴斯北线 克雷门纳亚的战事 将冰林 红色利曼 伊犹姆一线 并企图向哈尔科夫方向进行逼近 在顿巴斯的中线 俄军企图通过战役来拉平 从阿富迪伊夫卡至马林卡和乌格莱达尔的平行线 并能够将乌军的防御线推后20至50公里左右 俄罗斯专家认为 在前线不同的方向 当下俄军的炮火要比乌军多5到10倍左右 但是前线使用无人机 俄军失去了优势 去年夏天 俄军部队在使用无人机上一度占优势 但是乌军很快就突破了技术的瓶颈 并采取了电子战中继压制的方式 俄方原本应该飞10公里左右的无人机 在一公里后就会坠落 而乌军同类的无人机 飞行的距离为15公里 在前线 俄军急需移动的电子战系统 和飞行的终极器支持等等 凤凰卫生卢语光 伊万 阿拉曼 沙维 敦尼茨克的报道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见 上午见 欢迎回来 第三届南方首脑会议 21号在非洲国家乌干达举行 中方表示 南方国家集体崛起势不可打 中方愿意在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开展和南方国家的合作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就批评 现有的国际体系已经过时 安理会也因地缘政治分歧陷入到瘫痪 呼吁要进行改革 他同时也提到对于加沙平民伤亡规模令人心碎 强调拒绝巴勒斯坦人建国是不可接受的 由一百多个亚非拉发展中和新兴国家组成的代表世界80%人口的77国集团和中国 21号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举行南方首脑会议 出席会议的领导人集体合影留念 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会上指出 世界百年变局正加速演进 南方国家集体崛起势不可挡 同时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就秩序影响有存 阻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尚未根本消除 他呼吁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营造有利于南方国家发展的国际环境 中方愿意务实合作和能力建设为重点 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开展与南方各国合作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表示 距离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已经过半 然而整个世界都落后于应有进度 消除贫穷与饥饿问题陷入停滞 许多国家正面临经济衰退 数以亿计人的人权得不到最基本的尊重 他批评现有国际体系已经过时 需要进行改革 古特雷斯又提到以哈冲突 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袭击 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 是他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前所未见的 古特雷斯表示 应尽快实现人道主义停火 减轻加沙的苦难 又强调拒绝两国方案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中央政理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20号在雅买加首都金斯敦 同雅买加外交部长约翰·史密斯举行了会谈 双方一致同意 继续加强在多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会谈在中国政府原界的雅买加外交和外保大楼内举行 史密斯热烈欢迎王毅一行访问雅买加 他说中亚建交已经走过了50个年头 他特别感谢中国政府在雅买加发展过程中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 给予雅买加的宝贵援助和支持 我们过去几年 中国一直是我们非常可靠的合作伙伴 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发展方面的支持 中国是帮助雅买加经济各个领域实现发展 也进一步提升了雅买加人民的生活水平 再次借机会表达 对中国在抗疫期间给我们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 王毅表示 得知会谈当日 正是中国元界的外交部大楼 正式移交亚方使用两周年纪念日 他希望这座中亚友谊的象征 能够借证双边更多的合作成果 王毅表示 一百七十多年前 第一批中国人就飘洋过海 来到了雅买加生活和工作 1972年 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在双方共同的努力下 两国合作成果封锁 在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基础之上的中国和雅买加的关系 那么始终走在中国和加利比国家关系的前列 可以称作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特别是2019年 雅买加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加利比的国家 也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西半球的国家 我们的双边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战略伙伴就是要相互理解 相互信任 相互支持 我们才是重申 中国将会继续支持 雅买加加克你们的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 支持雅买加在国际和地球当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中国始终以合作共赢的原则发展 包括雅买加在内的许多拉美国家的关系 给这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因此中国也获得了越来越多朋友的信任和支持 凤华卫视特派记者姜买俊 雅买加金斯顿的报道 刚果金新任总统齐塞克迪 21号在首都军沙萨 会见习近平主席特使 全国政协副主席沈岳岳 沈岳岳表示 中方高度重视中纲关系发展 远同钢方一道努力 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 深化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架内的交流合作 齐塞克迪则积极评价 钢中两国资源换项目一揽子合作取得的进展 表示钢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运同中方深化在矿业等重点领域合作 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 而在中日关系方面 我们关注到的是 中国驻福岡总理之馆回应冲绳县之事 有关钓鱼岛的言论 强调钓鱼岛及其负数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 是中方依法行事主权的正当举措 中方敦促日本有关方面 在钓鱼岛问题上保持克制 恪守中日四点原则共事精神 共同维护东海的和平稳定 日本新任驻华大使金山县志 在去年12月来华旅行 近期他在北京接受了本台的专访 谈到了当前的中日关系 和自己任上的主要目标 而这也是金山县志上任以来 首次接受华语电视媒体的采访 近几年因日本追随美国 对华遏制打压 中日双边关系一直在低位徘徊 2022年底 日本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将中国明确定义为 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不过在中美紧张有所缓和之际 中日关系也迎来转机 去年11月APEC峰会期间 中日两国领导人 在旧金山举行会晤 时隔6年 对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 进行再确认 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县志 近期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对战略互惠关系的再确认 体现出中日之间深化合作 拖除分歧的意愿 在疫情后 两国恢复交往之际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戦略的互惠关系というのは 日中は隣国であるがゆえに いろんな課題がありますけれども その課題については お互い協力しながら解決を図っていこうと 同時にその協力できる分野については 協力を進化していこう そういう考え方ですね それで2008年以降 日中関係が運営されてきたわけですけれども 残念ながらコロナもあって 人の往来も途絶えて 少し日中がギクシャクしてしまった このタイミングで改めて 戦略的互惠関係というのに立ち戻って 日中関係の協力を 今一度深める努力をしてみようと それを日中の首脳が合意したので それは私は大変意味があることだなと思います それと同時に中米関係も改善しつつ それを踏まえて日本は今 中日関係をどういうように位置づけていますか 日中関係は米中関係に規定されるわけではなくて 日本は日本の国益があって それに基づいて外交関係を進めているわけです ぜひ日中関係安定的かつ建設的な軌道に乗せるというように 私も最前線で努力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先年64歳的金山宣治 接替前任日本駐華大使垂秀夫 予去年12月19日迪金旅行 来华之前他曾任日本駐印尼大使 並歷任日本駐美使館参赞 外務省亚太局局長等職務 他也是7年来首位非支華派出身的駐華大使 金山宣治在採訪時说 虽然没有直接的駐華经历 但自己長期处在日中关系的最前沿 他任上最主要的目標 就是要促進两国的沟通 并为此創造条件 今回戦略的合計関係というのを確認したことを踏まえて 日中間で意思疎通を緊密に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ご存知でしょうか 日本で人気があるスポーツで 駅伝っていうですね バトンをつなぎながら長距離走っていく 我らの仕事っていうのはまさに駅伝と同じで 前任者からバトンを引き継いで それを自分の任期中に少しでも前に進めて 後任者に託していくというのが僕らの仕事ですから できるだけ自分の任期中にですね 物事が前に進むようにしたいなと思います 金山宣治在採訪中多次强调沟通的重要性 在此基础上他也表示 两国将会按照领导人会晤的重要共识 在合適的时候举办中日经济高层对话 以及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等 并推动两国外长的互访 凤凰卫视 宁小文 周明亮 北京報道 太平洋島国突瓦鲁 駐台湾代表佩紐日前在接受 未媒采访时表示 突瓦鲁本月26号大选之后 可能会跟随脑鲁共和国 与台湾断交 佩紐援引了突瓦鲁消息人士表示 称26号大选之后 突瓦鲁可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等于断绝与台湾的官方关系 而澳大利亚及其盟友 可能也将会加强对突瓦鲁此举的支持 但台湾外事部门则向媒体表示 突瓦鲁总理近期刚刚重申过与台关系 双方在多领域合作密切 台湾持续在气候变化 可再生能源等方面与突瓦鲁进行合作 未来会持续强化合作 追求共荣发展 香港特区政府计划于今年内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史利德表示 立法将为香港带来更加稳定的营商环境 而进出口界立法会议员黄英豪则表示 立法能够有效地弥补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漏洞 同时给予工商界人士更加清晰和详细的指引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向立法会提交今年度立法议程 包括为基本法23条立法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史利德表示 立法将为香港带来更加稳定的营商环境 让投资得到高度保障 更加是有必须性的 也有需要尽快来到立法 帮助来到稳固我们香港的安全 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才有一个良好的营商的环境 更加来到巩固做生意 比较上一个稳固的社会的秩序 而香港进出口接立法会议员黄英豪表示 23条立法能够有效弥补香港 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漏洞 同时给予工商界人士更清晰和详细的指引 普通法香港的法例 大家也知道 就非常多非常地详俊 起草的时期 我们必须要针对性地知道某一些的罪行 我们是要用23条来去填补真空 我觉得如果有一条香港本地立法 是更加清晰地去能够将这些罪行 这个实际会令到工商界更容易了解 更容易令到他们安心在香港营商 黄英豪又强调 只要当局采用不同形式多加宣传 相信外国商界人士也会逐渐更了解 立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布华威视卢西文香港报道 香港警务处新建南总区防止罪案办公室 近日举办了护港漂计划家序礼 表彰了33个致力于为港漂提供最新防骗知识的合作伙伴 并且邀请了学生代表和义工团体分享防骗的经验 蓝色首长代表香港警方 红色首长代表社会各界 绿色树叶代表港漂 这是香港警务处新建南总区防止罪案办公室 下属护港漂计划的标志 这项计划在2023年已经开始筹办 我们发现港漂人士往往在还没有了解香港文化与法治之前 就已经介绍到各式各样的诈骗信息 非常容易误度骗局 我们预计港漂群体在香港的规模将会越来越大 在近日举办的护港漂计划家序礼上 有义工团体分享针对港漂的常见诈骗案例 包括欺诈指控港漂学生非法入境及涉嫌洗黑钱 以及冒充内地执法部门发布虚假逮捕令等 警方强调内地执法部门不会直接拨打香港号码联系当事人 或者直接跨境执法 警方补充针对港漂的诈骗案件数量 在本地大学开学期间有明显增加 以新建南总区内的一所大学为例 仅仅在去年10月和11月发生的15宗骗案中 就有11名学生因电话骗案被骗超过840万港币 有港漂学生代表表示 参加香港警方活动后了解了更多方骗资讯 一个人的力量真的很有限 比如说我身边我有三四个好朋友 我和他们分享我的这个活动的感受 但是如果我的朋友们也能把这个信息进行传递 那这样一个信息网就会越大越密 这样最暗发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了 香港警务处新建南总区 已联合多个港漂最常接触的机构和部门 为港漂社群举办防骗讲座 并在港漂常聚集的热门地点张贴防骗资讯 警方补充 未来会举办更多线上线下多合一活动 更新防骗资讯 有一工团体负责人表示 诈骗团伙通常会制定专门的剧本来针对个人 使其单兵作战难以应对团队诈骗 他呼吁说骗者的身边人 给予更多的关怀和理解 共同学习防骗知识 凤凰卫视张佑人香港报道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 试图竞逐下一届美国总统的 现任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21号宣布退出共和党的初选 停止选举活动 并且表态支持前总统特朗普 德桑蒂斯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视频 并配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名言 成功不是终点 失败也并不致命 重要的是继续前进的勇气 宣布自己退出选举 德桑蒂斯退出后 当前竞逐共和党初选的 就只剩下了前总统特朗普 和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 德桑蒂斯在视频中称 黑利所代表的是一种 经过重新包装的温情的社团主义 属于昔日的共和党的守旧派 但美国不能再回到这条道路上 因此他选择支持特朗普 德桑蒂斯说把美国人放在最后 向大公司扣投的日子已经过去 他也十分清楚 多数会在共和党初选中投票的人 都想再给特朗普一次机会 目前来看 一度被认为是特朗普有力竞争者的 德桑蒂斯 由于任期限制 在未来卸任佛州州长后 其政治生涯的走向变得不甚明朗 共和党马上要在新罕布什二州 举行初选 在民调中 当地有三分之二的德桑蒂斯支持者 此前将特朗普作为了自己的第二人选 可能使特朗普在下来的初选过程中 获得更大的优势 在当天的竞选集会上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也都显得情绪高昂 美国共和党今天将会在新罕布什二州 进行当地初选之前最后一场辩论 而德桑蒂斯选择此刻退选 那么对于美国2024年大选的版图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邀请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 来为大家做点评分析 何先生您好 您好 您认为德桑蒂斯退选又力挺特朗普 是否就意味着特朗普能够锁定 党内初选的胜局了呢 确实如此 其实我觉得从我们媒体 因为最近十来年 做过多次美国大选的评论 如果把现在这个情况跟2016年相比 2016年的时候 谁都没有想到特朗普 最后能够拿到共和党内的 总统候选人的位置 而且最后出来竞选 那么2020年呢 当时这个川普争取连任 而这个拜登呢 跟川普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一个争夺 可以说双方是势均力敌 但是最后呢 是拜登取胜了 而川普不服 他认为是这个民主党人呢 是操纵了选举 但是他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 那么现在的情况跟2020 2016相比的话 那么川普在党内的 无论是在党内 就共和党内的优势 甚至是在全国民意的这个优势呢 都已经是相当明显的了 我们看这个川普 他现在这个取得了爱奥华州 他应该也会取得这个新海布什尔州 那么接下来 如果三月份的这个所谓超级星期三 因为当时有多时 三月份有多个州 都要举行这个党内这个初选 那么川普很可能会拿下 大部分州的这个共和党的 这个总统候选人 初选就能够过关 所以他这个优势相当明显 为什么 因为这个经过了这个八年 就是川普的这个四年 和这个拜登的这个四年 美国的这个选民 美国政治生态的 这种对立的这个态势呢 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而且这个从各种民意调查情况来看 在共和党的支持者 和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支持者 把他们合在一起 就是总的一个民意调查来看的话 川普都是胜过这个拜登的 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这个今年的选举 应该也会是非常激烈的 其实啊 在两个老男人之间啊 我们说这个在 川普和这个拜登之间啊 拜登的这个参加竞选连任呢 其实是对川普非常有利的一个助选 为什么呢 因为拜登给大部分美国人的印象 就是他年纪老迈了 其实拜登这个人不蠢啊 他的这个 虽然他有时候看上去有点这个步履满山 但实际上呢 他在政治角色方面的话 我觉得他其实是相当能干的 但问题是大部分的美国老百姓 特别是美国的青年人不这么想 特朗普其实比拜登小不了几岁啊 他们也就 特朗普也就比他小五岁 但是川普看上去比他来的这个精神焕发 这个精力更加充沛 但是最主要的是 由于大批的美国民众的 尤其是共和党的这个支持者 他们是不满拜登的这个执政的 对拜登 特别是对拜登的这个经济政策 他们是非常不满 他们拜登一直说 美国的这个经济已经在迅速的这个复苏 但是大部分美国老百姓呢 由于这个通货膨胀的原因啊 他们对于拜登所说的 所谓这个拜登经济学的这个成绩 他们是无感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再加上这个川普本人 已经有了很丰富的竞选的这个经验 他也有很丰富的这个执政经验呢 所以我们只要看现在这个 比方说民主党内 奥巴马现在非常担心 非常担心这个在未来这个选情的话 因为这个选情明显的 在全国的选情来说 就是这个川普是战上风的 那么实际上那个拜登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川普不代表共和党初选的话 他也可以不代表共和党初选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 非常有策略的一个说法 那前提是拜登你不选 那我也不选 而如果拜登不选的话 那么民主党内其实是有多名 就是年富力强的这个政客 是可以代表民主党来初选的 问题是拜登他根本就不想退选 他就是想跟这个川普来一次这个决战 所以今年美国的这个大选 我觉得这个形势大体上是明朗的 应该最后就是川普和这个拜登之声 当然最后路是谁手 我们还要到11月这个大选 才能够看最后看到一个结局 两位 好的了解 谢谢何良良先生的电评与分析 说到一台最近消息 美国军方在21号表示 11号一次行动当中 在亚丁湾海域失踪的两名海豹突击队队员 经过多日搜寻 依然没有找到 两人已经被列为了死亡 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出 两人是登上了一艘伊朗船只之后失踪的 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 在声明当中表示哀悼 将永远纪念他们的牺牲 并慰问他们的家人 而在欧洲方面 在比利时首都布罗塞尔 有大批民众21号上决示威 呼吁加沙立即停火 有9000余名的示威者 当天在布罗塞尔街头游行示威 他们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 手持着停止种族灭绝 结束围困等这样的标语 高呼立即停火 而自由巴勒斯坦等口号 同时表示对于巴勒斯坦的声援 有部分的示威者就批评欧盟 在保护加沙平民方面无动于衷 部分则是敦促欧盟 对以色列实施经济和外交制裁 并且呼吁抵制以色列的企业 以及商品 而27位欧盟外长定于22号 与以色列巴勒斯坦 埃及沙特约旦等国的外长 举行一系列的会议 商讨加沙局势 以及人道危机等 在德国全国多个大城市 21号再有数十万名民众上街示威 抗议极有意德国选择大 而这些成员被揭发去年的年底 讨论大规模驱逐遣返外籍公民的计划 示威者就强调 德国不能再走回纳粹的老路 举行示威活动的城市 包括首都柏林 慕尼黑和克隆 以及另类选择大 位于东部的传统票仓 莱比锡和德雷斯顿等城市 多个城市的游行人数超出预期 在柏林 警方只约有十万人聚集在议会大厦 和总理府之间的政府区示威 部分人高举国籍 以及写上制止德国选择党 捍卫民主等标语 强调德国不能走回纳粹的老路 入夜后 示威民众仍没有散去 并高举手机灯 形成一片灯海 慕尼黑也有大规模示威活动 但由于现场过度击逼 而提早结束 当地警方说有十万人参与示威 主办单位就说有二十万 认为是向极右翼德国选择党 和右倾行为发出明确信号 德国民众近日大许上街 导火索是有报道爆出 包括德国选择党在内的 极右翼政党高级成员 去年十一月在柏林召开的一次会议上 讨论大规模驱逐遣返外籍公民的问题 这一提议被称为反向移民 德国选择党声称与这次极右翼会议没有关联 出席会议的成员纯粹以个人名义参加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秘鲁总统伯鲁阿尔特21号首次前往阿亚库桥地区视察 期间遭到了一名女性反对者的拉扯 我们从现场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伯鲁阿尔特视察期间 是突然有一名女性突破了安保 冲到了伯鲁阿尔特的面前 用力地拉扯 并且将她拖拽了数米 随后安保人员才将其制服并且逮捕 秘鲁在2022年的12月爆发抗议示威 期间导致20多人死亡 这名冲向伯鲁阿尔特的女性 正是当中一名死者的亲属 而示威的起因是前总统卡斯蒂略 在2022年的12月被罢免 时任副总统的伯鲁阿尔特接任 但是很多的民众不满卡斯蒂略被罢免 要求提前举行大选 并且要求伯鲁阿尔特辞职 引发了全国多地出现了暴力示威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一起关注一下陈早财经 美股三大指数连续第二周上升 当中道指和标指的军事创下收盘的新高 而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 也是大涨超过了2% 那涨往本周投资者关注的是PCE物价指数 还有蓝筹股的业绩 此外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将会在本周一席 市场对人工智能前景乐观情绪 带动美国芯片股和大型科技股 在上周持续向好 为大盘带来支持 总结整个星期 三大指数均是连续第二周上升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了0.72% 标普500指数上升了1.17% 是两年来首次创收盘记录新高 而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 更大涨2.25% 本周公布的主要经济数据 包括周三发布的一月标普全球制造业PMI 周四将公布去年第四季GDP年化季环笔出值 12月耐用品订单 以及12月新屋销售数据 而市场最关注的12月PCE物价指数 将在周五公布 并会公布个人消费支出和收入 以及乘务签约签售等数据 另外 多家大型企业本周将发布最新财报 包括通用电器 奈飞 特斯拉 英特尔等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股市上周持续的低迷 连续第三周下跌 全周累错超过半成之多 本周港股将会关注香港的通胀 和进出口数据 港股上周在科技股的拖累之下 延续走势弱的行情 并且在上周二跌穿了 16000点的整数关口 五个交易日 只有周四出现了小幅的反弹 总结全周 恒生指数周盘报15308点 累计下挫935点 跌幅5.76% 恒生科技指数全周的跌幅 更是接近一成 触及14个月的新低 展望本周 人行即将固步 一年及五年期以上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而市场也在关注 香港将会公布的12月份通胀 以及进出口数据 一架从泰国飞往到俄罗斯的 私人医疗包机 21号在阿富汗北部的 巴德赫上省坠毁 机上再有六人 其中包括了两名俄罗斯乘客 阿富汗当局表示 事故造成两人死亡 四人受伤 一次现场画面显示 飞机坠入山区之后 冒出了滚滚浓烟 救援队伍已经找到了实时的包机 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 在21号指出 一架在俄罗斯所注册的 猎鹰10飞机 在靠近塔吉克斯坦边境的 阿富汗里恐失联 从雷达屏幕上消失 医疗包机是从泰国的巴提亚出发 飞往到莫斯科途中失事的 机上有四名机组人员和两名乘客 其中一名乘客的病情严重 由丈夫陪伴返回俄罗斯 有消息指出 包机失联之前 机师曾经表示 飞机的燃料不足 并且试图在塔吉克斯坦的 一个机场降落 而阿富汗当局则表示 飞机按照原计划 是不会飞越阿富汗领空的 那事发时可能是偏离的航线 美国加州一条公路 在发生山体滑坡后被堵塞 工作人员进行爆破抢通作业 爆炸被堵塞的公路 是位于普莱瑟县 工作人员19号利用炸药 将前一天发生山体滑坡之后 落在公路上的巨石炸开 当地政府表示 虽然爆破作业成功 但是相关的路段 未来数天仍将继续封闭 以进行清理 风暴 预则21号袭击英国 英国气象局发出了橙色天气警告 强风导致英国大部分地区交通中断 大量的航班受影响 伊沙21号晚间至22号早晨期间 肆虐英国 英国气象局21号发出黄色天气预警 警告最高风速可能达到每小时145公里 北爱尔兰 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的部分地区可能有龙卷风 爱尔兰国家气象局21号发出了橙色天气预警 对西部和西北部分地区发出红色预警 伊沙严重影响了英国大部分地区的航空和陆路交通 在伦敦西斯罗机场 客机在降落时正好遭遇强烈阵风 机身剧烈摇晃 也有客机因强风未能降落 未安全起见要再次爬升 除了英国之外 爱尔兰和荷兰的机场也受到了影响 都伯林机场取消了102次航班 而阿姆斯特丹的斯西普沃尔机场 也取消了130班航班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根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 英国约克公爵夫人莎拉福格森确认皮肤癌 这也是又一位英国王室成员出现的健康问题 现年64岁的福格森是安德鲁王子的妻子 6个月之前确诊了乳腺癌 根据报道 福格森接受了单侧乳房切除和重建手术 之后他的皮肤科医生建议他切除几颗痣 但是其中一颗痣被诊断为恶性黑色毒瘤 这也是一种较为严重的皮肤癌类型 福格森的发言人表示 公爵夫人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但是精神状态良好 就在本月的16号 威廉王储的妻子凯特王菲 按计划接受了腹部手术 预计留院两周 1月21号是苏联共产党的创始人 苏联首位国家领导人列宁 逝世100周年纪念日 俄共代表当天举行了纪念仪式 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九加诺夫 俄大选俄罗斯共产党候选人哈里托诺夫 以及其他俄共代表 去到莫斯科的列宁木献花 九加诺夫在献花结束后说 列宁去了另一个世界 但是他永远活在人间 他在地球上首次尝试建立一个新世界 在那里劳动主宰一切 而不是资本主宰一切 列宁因病于1924年1月21号 在莫斯科郊外的戈尔基村时事 享年53岁 最后我们来大家关注几则 娱乐新闻为您送上今天的娱乐跨地 内地人气男性肖战 经常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被推至舆论顶端 遭到了无数黑粉 长篇大论的诋毁和谩骂 肖战的工作室决定采取法律行动 上海一间律师行发出案件简讯 指已经接受委托 就相关网络平台用户涉嫌侵犯 消债民意权等合法权益之行为 进行侵权证据保全 及诉讼维权的工作 会要求被告人承担赔偿道歉 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及全部维权成本等侵权法律责任 歌手陈磊三月将举行歌唱 表示最近忙于为自己的演唱会 做准备及练习 他希望可以做好演唱会 对得起大家的支持 现在的进度是怎样 现在的进度我是努力到 可能我出来做事之前 我就会练一年 然后回到家可能休息一会 还有我最近都要自己煮饭吃 希望可以继续自己煮 就更健康一点 如果煮完饭就洗碗 洗碗就继续练习 但是就很充实 因为很有目标 所以就很难得这么充实 去做好一件事 所以我都发觉 原来可能是要给一些目标 给自己 所以未来可能要定一些 心理目标 所以都很想去到 对得着大家对我的支持 人气男团Mira的16场演唱会 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2月3日将会完成 香港站的演唱会 有消息指 2月4日美职联球会 国际迈阿密 将会在香港大球场 跟香港队进行表演赛 大家可以欣赏到 球王梅西精湛的球技 另外万人迷贝克汉姆 也会现身 还有Mira成员江涛和安森拉 这对江神组合 担任表演嘉宾 难怪网上已经出现 更高的吵架门票 闯门是主办方指定江神 担任表演嘉宾 所以在Mira演唱会 结束隔天 江神江涛和安森拉 便要继续开工 担任球赛的表演嘉宾 TWINS展开一连14场演唱会 率先为乐迷送上 全新广东EP 当中歌曲《梦想与梦》 唱出TWINS多年来 在演艺道路上的初心不变 两人更为MV远赴台湾取景 当中有在山顶 放风筝的画面 充满回忆一杀 而阿肖与阿娇的好友 荣祖儿更惊喜现身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 凤凰早班车 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更多消息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稍后我们播出的 各界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